歡迎大家又來到 Best Match 不專業開箱 今次就和大家抽這個蒙面超人W的色字選筆 今次的色字又來24款 有12款的湯金和12款的普通 就是像馬筋 剛出的時候16款就已經一套 要儲齊都很簡單 現在24款一套就變相要人買三盒才有機會儲齊 幸好今次我都已經準備了三盒開箱 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齊得一套呢? 如果大家喜歡今次這條影片記得訂閱 有興趣可以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我也會繼續更新 開箱後立即就有E哥和W的包裝封面 除了這兩款之外還有一款Rewise的包裝封面 後面都有今次可以抽到的色字列 我們就立即開始開第一盒的色字 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用5倍出來播放 第一盒的色紙順序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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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都有5款的燙金和5款的普通 比例方面都是正常的 立即開第二盒 好嗎? 好嗎? 第二盒的顏色是 直至順序是這樣的 糟糕,第二盒已經有兩張燙金和兩張普通重複 不知道可不可以齊得一套 第三盒的顏色紙順序是這樣的 這次的顏色紙有什麼特別 這次的顏色紙雖然沒有標明寫著第幾彈 但在顏色紙上都可以看到寫著十一開頭 所以都可以理解為第十一彈 這次的主題和燙金都是圍繞著W 如果將兩個連號的燙金色紙放在一起 就會發現他們的背景其實是相連的 就像畫面這幾張一樣 當然不是所有燙金款都可以連在一起 不過這個設計也挺有趣 這次W的色紙真的每一張都挺漂亮 但要存齊一套一點都不簡單 買了三盒都還差兩張燙金和兩張普通 就只有幾難存齊 官方這下真的夠陰毒 以下這十張是我多了出來的 如果有師兄有這四張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交換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或心得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